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叫毛以生 是中国的土木工程专家和桥梁专家 远处刚刚被炸毁的前塘江大桥正是由他亲手设计的 为了建造这座大桥 毛以生整整用了三年零一个月的时间 克服了无数技术难题 可是大桥通车后 仅仅过了八十九天 毛以生又亲手炸毁了他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毛以生为什么要炸掉自己亲手设计的前塘江大桥呢 毛以生出生于中国江苏省镇江市 从小好学上进 善于独立思考 二十岁时 毛以生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 也就是今天的西南交通大学毕业 随后参加清华留美官费研究生考试 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前往美国留学 仅仅过了一年 毛以生就获得了 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桥梁专业的硕士学位 紧接着 在两年之后 他又获得了美国卡奈基理工学院颁发的博士学位 从1920年开始 学成归来的毛以生 把自己学到的各种专业知识 贡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和建设事业 他曾经担任过当时的交通部 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校长 也曾被任命为当时的江苏水利局局长 毛以生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期望为自己的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934年 一位好友匆匆找到毛以生 告诉了他一个消息 毛以生听到这个消息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 原来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在四处征求 国内顶尖的桥梁建设人才 希望在前塘江上架起一座铁路桥 是当时正在修建的浙干铁路 也就是从浙江杭州通往湖南诸州的铁路 与从上海到杭州的护航铁路相衔接 当时的中国铁路建设并不完善 甚至没有一座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铁路桥 对于毛以生来说 能够有机会修建前塘江大桥 应该是一件好事 可他为什么一会摇头 一会又点头呢 原来对于修建前塘江大桥 毛以生非常感兴趣 认为这是一个为中国铁路事业 做贡献的好机会 可是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 修建前塘江大桥这么重大的工程 真的能够实现吗 毛以生的心里充满了疑惑 整整几个月的时间 他几乎天天都在想这件事 直到有一天 毛以生听说外国的设计师 已经为修建大桥 做出了设计方案和报价 毛以生终于坐不住了 他找到当时的浙江省建设厅 对前塘江大桥项目的负责人说 这座桥我来建 保证质量更好 更省钱 就这样 修建前塘江大桥的重担 落在了毛以生的肩上 接到项目的毛以生异常兴奋 他觉得自己一展身手的时候到了 可是也有人不这么看 他的一位同事对他说 有句话你没听说过吗 前塘江建桥办不到 为什么会办不到呢 在前塘江上建桥 到底有多难呢 前塘江是中国浙江省内最大的河流 以水势凶险和江底地质条件复杂著称 江水不仅受到上游山洪爆发的影响 还受下游海潮掌落的制约 江面很不平静 如果遇到台风 整个江面更是波涛汹涌 势不可挡 除了水势凶猛外 前塘江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江底的泥沙层后达41米 在江水的冲发之下 变化莫测 一向有前塘江无底之说 在这样的地质条件下 要想修建一座横跨前塘江的大桥 南上加南 即便对于毛以生这样的 中国顶级桥梁专家也不例外 工程一开始 毛以生就领教了前塘江的厉害 按照计划 施工人员需要穿过41米厚的泥沙层 在9个桥吨位置 打下1440根木桩 可是江底泥沙层又厚又硬 打轻了木桩下不去 打中了会断桩 工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一天才能打一根桩 这下可把毛以生急坏了 他亲自上阵带着工人们想尽办法 却收效甚美 整整几天 工作毫无进展 毛以生有些发愁了 他坐在自家的院子里 对着满院子的花花草草 发起了呆 一个园丁正在园子中给花浇水 水从空中落下 滴在泥土上 砸出了一个个的小坑 这一幕恰恰被毛以生看到 他盯着地上的小坑 想了一会儿 跳起来夺门而出 跑到工地上又忙了起来 这次毛以生采用抽取浆水 将泥沙层冲出深洞 然后再打桩的涉水法 使原来一皱叶只能打一根桩 提高到一皱叶打三十根桩 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 木桩打完之后要修建桥墩 毛以生使用了沉箱法 他打算让施工人员 将钢筋混凝土做成的箱子口 朝下沉入水中 罩在江底木桩上 使沉箱与木桩结为一体 然后在沉箱上再筑桥墩 可是湍急的江水 把沉箱冲得上下乱窜 直到毛以生把沉箱上面 三吨重的铁毛 改为十吨重 沉箱问题才得以解决 由于采用了涉水法和沉箱法 前唐江大桥的桥墩顺利地完成了施工 剩下的就是架设桥梁了 一段段的钢梁该怎么架设在桥墩之间呢 聪明的毛以生采用了浮运法 巧妙利用了水的浮力 在涨潮时用船将钢梁运到两个桥墩之间 等到退潮 钢梁便自然落在了桥墩上面 这个方法省工省时 工程进度大大加快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三年多过去了 毛以生建造的大桥竣工了 这是一座全长1453米 高71米的铁路公路两用双层大桥 耗资540万银元 比外国专家的报价 节省了将近200万银元 更重要的是 前塘江大桥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修建的 第一座铁路公路双层两用桥 面对着自己的杰作 毛以生高兴之余 却一直有些隐隐地担心 那么他到底担心什么呢 1937年9月26日 前塘江大桥的下层单线铁路桥率先通车 一列列火车从前塘江大桥上飞奔而过 很少有人知道 这座刚刚建成的大桥 竟然还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 在大桥的南二号桥墩上 有一个长方形的大洞 这是毛以生在施工时 特意嘱咐工人留下的 原来就在前塘江大桥 通车前的两个月 也就是1937年7月7日 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8月13日 松户会战爆发 日本侵略军又展开了对中国上海的进攻 三个月后 随着上海的沦陷 杭州也危在旦夕 11月16日 前塘江大桥通车还不到两个月 毛以生就听到消息说 当时的国民政府已经有了打算 如果杭州不保就炸毁前塘江大桥 来阻止日军南下的步伐 而毛以生在南二号桥墩上留下的长方形大洞 就是预防这一时刻的来临 当天夜里一百多根引线连接着无数的炸药 被安装在了桥墩里面 第二天也就是11月17日 大桥全面通车 无数的汽车和行人 从装满炸药的大桥上面穿流而过 火车也同样在炸药上 风驰电车般地通过 1937年12月23日 是前塘江大桥开通的第89天 也是一个令毛以生永远难忘的日子 当天下午1点 毛以生接到了明确命令 要求他炸毁大桥 下午5点 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隐约可见 随着一声巨响 前塘江大桥的两座桥墩被炸毁 桥梁折断 落入江中 毛以生凝视着 由他一手修建 又亲自炸毁的大桥残影 满腔悲愤地写下八个字 抗战必胜 此桥必复 1946年 毛以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再次组织修复前塘江大桥 两年之后 前塘江大桥再次通车 成为浙干铁路线上的关键性工程之一 直到今天 由毛以生设计建造的这座前塘江大桥 仍在正常使用 一座西汉时期的古墓中 两件小小的出土文物 让在场的专家匪夷所思 是谁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 明目张胆地盗绝汉代古墓 重达六七吨的墓盗塞石 立何无法阻挡盗墓者的脚步 国宝档案带您抽丝锅茧 层层排查 看看谁是盗墓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